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六轮的赛事 首先为大家介绍双方辩论员 首先我们由荃湾观纳中学的林卓旋同学 接着是第一副辩论连讯行同学 第二副辩论陈穗奇同学 以及结双卢庆明同学 然后是月方蓝田圣保陆中学 主双冯文熙同学 第一副辩论刘永恩同学 第二副辩论伍展奇同学 以及结双林晓恩同学 也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分别是兼诺中学的负责老师彭慧卿老师 然后是报道书院的辩论负责老师黄书文小姐 以及我今场是主席再加评判 大家好,我是陈奇康 本场比赛会分为主变,台上发问,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以及结变,总共六个环节 台上辩论的发言时间为四三三四 每位台上辩论员发言的时间之前三十秒会有一丁提示 就会用人声去叮,我会发出叮一声,我会尽量大声一点 在时间到的时候就会有两叮提示 过时15秒就会有三叮提示 届时本人就将会打断辩论员的发言 并且会提醒评判按照赛规扣分 详细的赛规早前已经发布了给各个参卓的队伍 请问双方的主辩对赛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如果没有的话,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现在先请政方主辩到台前预备和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我可以先向继续示意 是吗?是吗?请问听不听清楚 是,听不听清楚的,准备我可以向我们示意 可以 定 评判主席赵国伟,春秋时代诸侯各据,吹身 余、杜、密法等诸子八家甘命 希望藉着不同的主张解决社会问题 余家认为人应该赶强仁义道德乞几福礼 强调人要遵守社会所定下的教条 才可以成为余家最熟悉的圣人、君子 违反教条就属于小人 而杜家主张万物归于齐一和系公署 杜家并非以消极的思想出世 反而是强调人要信应自然规律和本性 逼極摆脱细络枷 顺势而行才可以逍遥无畏 指出人是为了实现自我 而并非满足社会规范和期望 近年来 香港先有社会运动,后有疫情重创 青业20年的调查显示 预判受罕中学生压力指数偏高水平 相关比例亦是近十年最高 反映青少年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压力、急剧飙升 同时社会风气普遍认为只有读大学 甚至从事金融、法律、评医学等等的行业 才听得上是人中之龙 可惜青业19年的调查揭示 超过八成的受罕青年认为家长最能影响学生的规划前程 更有受罕者坦然 自己被迫依照父母的想法选择出路 做父母认为好的职业 青少年的职业路向由社会声音和父母决定 往往漠视青少年的意见 令他们最终失去自我 因此要衡量变体 对审视两家心态何者更能针对香港健康 帮助青少年规划生涯 一展所长 及协助他们应对未来挑战 何方政立格方便提原因有二 一、摆脱社会枷锁 尋求适合出路 其实青少年在香港可以这么多 可以选择的出路有非常多 体育、文化、音乐、条条大路、通罗马 可惜儒家讲求人要顺从社会规范和父母之命 一旦违反父母意愿 则视为不仁不孝 青少年用儒家思想规划生涯 就只能够遵从教条 选择父母安排好的职业和道路 一旦青少年想发展其他路向 都会被剔为是渣兜黑食 但他们往往在社会规范和父母意愿 放在自身的兴趣和能力之上 未能够发挥所长 相反 道家讲求青少年要信应本心 不鼓励为了满足社会期望 而选择自己不喜欢的道路 即使青少年没有大学学位 赚不到大钱 但也因为做着本心期望所做的事 更容易实现和满足自我 达字无为招言 符合个人发现方向 二、改变心境、突破逆境 面对困境 如今标榜 极其不可为而为之 甚至因为一切的困难 都是天降大任的征照 只要熬过劳其筋骨 苦其深節的黑暗时期 但有所作为的君子 代表着人要有所作为 过程中不断犯错 精力磨难都是合理 但现时香港 甚至全世界 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假如却入世尾心 抗压能力较低的青少年 用瑜伽思想 一里将过分的压力合理化 只会令他们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 情绪崩溃 相反 邦家提倡上线约水 自出青少年 无论社会事件所触发及影响 这样不单只可以保持青少年身心健康 获得经福获相遇的理论 更加是鼓励青少年面对疫境 要领略蔡室马 见智非福的道理 并非一眉着眼当刻的困难 只要保存实力 真能够即时发挥潜能 导家心态 无疑帮助青年增加抗压能力 应对挑战 最后想问有方良好的应勢处事 应该顺从本身 应该顺从教条规限 而作出不情愿的决定 多谢各位 甲方主变的发言时间是4分05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月方的主变到台前预备 你同样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可以先向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试咪 请问听清不清楚 收音清楚 刘悟 订阅otte 各位落与 军秋战国时时社会道德临� đo 因此孔之创立虞价 以礼劳制度Ha qualified百姓 因而当时的学师认为 制度承拇不将 他们亦無法扭转道德崩壞 於是貴隱,以儒家思想為本,創立道家,提倡做事,不要強求 兩個學說的分別是如何實行道德 儒家透過各種規章制度,規範人的行為 而道家相信人性本善,無需有外物規限,回歸自然,就能行事 而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梁玉璇指出,清少年是最有精力、時間的階段 應建立符合道德的價值觀,再探索新事物 有方要政策辯題就要論證,道家比儒家更能幫助青少年找到自己的定位 幫助日後實驗自我,有方贊成辯題已經有意 第一,提供明確指引,建立道德基礎 賣入社會前,青少年要先了解社會運作 儒家提出明君、終神、扶持之後,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身份負責 所以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教授李明芬都說 相比道家只重視個人修養,忽略社會的角色定位 儒家更可以用身份、人意、禮智信等觀念 提供明確指引,幫青少年打好基礎,融入社會 同時耶魯大學精神科研究員吳優都說 青少年甚至未成熟,而受外界影響,誤入歧途,故必須建構正確價值觀 雖然儒家以善為本,但儒家有簡單易明的外在規條 令青少年能由愛到內重善 例如簡短的論語,記所不育,密思人,易明的三字經 宣揚孔容讓離等道德 相反,道家沒有愛物指引,相信力盡人生後,甘於淡薄重善 所以台灣復光大學心理系名譽教授黃鎮武都說 青少年越歷淺薄,容易曲解道家,無法實現 而如家有規張制度跟從才適合青少年 第二,把握機遇向上發展 香港競爭力大,越向上發展就必須隨時準備好自己 把握甚至自創機遇 而道家順其自然,教導青少年不需要自己爭取 有機會試武就放棄 而莊子提出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約命 更指當理想和大環境違背,就要安於天命,不再嘗試 這次社會醫學顧問鍾偉雄都同意 道家思想令青少年錯失潛在發展機會 反觀如學,以命分立,故意青少年不受社會風氣影響 追尋理想,逆經的君子晉得修業,欲及時也 導致他們要不斷精進自己,才可以把握向上流動的機會 而被認為是不務正業的演藝行業為例 道家會勸告青少年放棄追夢 順應大環境,找份安穩的工作 而如家會鼓勵他們先做好準備,再主動發掘機會 例如當和MIRROR苦練唱跳,再主動參與《全民造星》 最後成功被人注意 難道抱著道家思想漫無目的地等待機會來臨 反而充分利用到青少年這段嘗試新事物的黃金時期嗎? 最後想問有方,青少年要如何明白和哲學一樣複雜的道家思想呢? 如果參透不了,又如何在青少年這個黃金時期建立正確價值觀 幫助他們日後處事應勢呢? 謝謝各位 月方主變的發言時間為3分40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在此有兩個提醒 第一個提醒就是剛才月方發言的時間 應該是不小心開啟了那個Siri的 可能要盡量避免那個情況再發生 不過剛才我判斷也影響不到太大的 還可以聽得到你那個Point1的末段的內容 所以都還可以 另外也想提醒評判 給分的時候也要留意一下 Excel的底部是否寫著你的名字 因為我似乎是我的分子被評判修改 那就麻煩用我的分子的評判 就用回自己的分子 好,謝謝 好,現在我們會進入一副局局環節 台上發文的環節 首先由隔方派出位邊緣進行台上的發文 同樣地是有1分鐘問1分鐘準備1分鐘答 在問和答的完結時間之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時間到就會有兩丁 好,現在正方有1分鐘發文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是嗎?是嗎?是嗎? 準備好 丁 主席評判修的各位 今天雙方都認同道德很重要 但是雙方對於道德的標準和如何執行 道德層面都有分歧 今天有不同的方法 我們也說到 其實不是的 儒家是鼓勵MIRROR他們去追夢 但是先看看 如果今天MIRROR成功到 那又是否真的合合 我口中的儒家的思想呢? 今天我幫主編說到 這些人他們違背了社會期望 正正就會令人覺得他們不仁不義 所以今天有朋友跟他們說什麼呢? 就是用教協來規劃他們 但是原來道德是要叫人發自內心 遵從自己的興趣 去執行自己的風水 這樣正正就是今天上課最大的分歧 所以很簡單問有方何一句 今天我們要靈言稱人 領會自己的道德 還是叫他們盲目信徒交協 還是由心而發 才可以對他們的代人傳承 好的,多謝各位 月花有些分鐘的時間預備 現在開始計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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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月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答 主编,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可以向镜头示意 可以 订 主席评判,各位大家好,先多谢有方和我们发问 有方问我们是应该要像度假那样等青少年自己理解 还是要盲目跟随瑜伽的规条 首先要理清的是如今的规条从来都不是逼着青少年去做一些他们不想做的事 而是提倡仁义道德,让他们实行自己的善良有规范的帮他们去从善 以及如今的人义道德,究竟哪一条说明如MIRROR这样不可以做偶像 不是嘛,而是MIRROR,他们看到就算写的风气 他们觉得他们的演艺行业,唱跳行业这些是一些不务正当的行业 他们都坚持自己的理想,跟从瑜伽的异命分立 这样他们实现到自己的理想之后,便可以在香港发光发亮 相反,有方问我们是否如果MIRROR不成功,就不当他们是一个瑜伽成功的例子 不是,他是一个瑜伽成功异命分立的例子 因为他们没有跟从社会风气,他们是跟从自己的本心 他们是跟从刘仁义道德之后的异命分立之后 对我们发言时间结束 发言时间结束 接着就轮到反方提问了 请月方拍出一位台上的边缘发文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我可以向镜头示意 请月方拍出一位台上的边缘发文 可以 可以 定 评判各位,大家好 有方说,瑜伽限制了青少年发展 因为有规条 所以相反,道家没有规条任由他们自己自行发展 让他们找自己的出路 但有方从来没有给予例 究竟道家是如何教青少年去找到他们的人生方向 规伐生涯呢? 究竟又有哪句儒家经典是要逼着青少年去做一些他们一定要跟从父母去做的事呢? 从来都没有 再者,你说要青少年规伐生涯 但是道家有哪句是如何教青少年去规伐自己的生涯呢? 凡声有方给出一句语例和解释 不然的话就是道家根本没有解释到青少年如何规伐生涯 谢谢大家 隔方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现在开始计时 我会叫你 ! 我可以见我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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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发问的环节就结束了 现在有请甲方第一副片到台前预备发言 你要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就可以向镜头示意 有请甲方第一副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从相同点出发 今天有方说到 两者都鼓吹道德的 不如如今就讲规范 对了 有方同学 正是因为讲规范 令到青少年人今天只是说 论语讲了什么我就要做 而我自己根本就不是由心而发的时候 那是否实践到一个要青少年人提升道德的标准呢 所以如道家跟我们说 齐密论讲 众生皆平等 信应自然大道 我们人与人之间 本来就有仁义礼的概念 不需要像瑜伽那样 刻意用教条去包装 所以呢 当两者我们都强调要有道德 甚至道家会说我们法治内心这样 将从道德的时候 凭什么说瑜伽的规调呢 一定会比道家信从自然为更加好呢 所以要看的呢 就是两者的不同点了 今天呢 我们先从社会听博那里出发 今天有方讲到 同意我们都要跟从本心的 去实践自己的理想 但是有方呢 犯了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连余道两家 他们真正在讲什么都错误理解了 今天呢 有方讲到说 余家我们要跟从本性 不是跟社会规范 哦 否论语可能有一两句这样讲过 但是如今的质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要实行社会的规范 父母之命不可为 还有要学而优质事 就算父母说错误 也只能够委软断间 所谓的反抗呢 就等于不孝的时候 这种是否真的叫年轻人 去服从自己的本心呢 根本就不是 只是服从社会的规范 所以呢 道家今天鼓吹我们做什么呢 要有本性有多元出路 例如张子不均手之日跟我们说 我们要顺从一件事 才能发展最大的效果 所以最后想问有方 张家朗在劍迹上有成就的时候 有方是否要他服从社会规范 去读书 这样才发挥最大的勇数呢 多谢各位 隔方第一副便发言时间来3分1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派下来有请月方的第一副便到台前预备 和你同样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可以向镜头视野 请问一下清不清楚 收想清楚的 可以 订 主席评判和各位 大家好 来到一副位置 不妨由变题字眼重新出发 第一 如家思想 今天跟我们说 如家有很多规范 搞到他们不可以跟从自己本身 但有方问有方举例子 就说是要服从父母的意向 跟我们说是父母基贱 有方说得对 基贱的意思就是叫你要跟父母去谈 表达你的意向 跟他说 究竟你觉得他有什么做得不对 所以从来都不是盲目服从 甚至如家也有跟你说 是从义不从父 就是顺从道义 不是顺从父亲 所以 如家是绝对不提倡一些权力之分 着重的是 每一个人都在他们的职位 或者身份 去安分守己 安于己职 所以有方要搞清楚 第二 有方说 有一个规限之后 他们就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 但今天从来都不是 说到如家讲的一些仁义道德观 只是提供一个行线的指引给你 他说你知道行线的基础是什么 确保他们不要走歪路 论语跟你说 吾逸三省吾身 教你自我反省 跟你说 仁义无信 不知其可也 要你守成信 所以各种语录是明确跟清晰连说 你要如何处事应世 但是道家呢 刚刚我方主编台上答问环节问了你 他们要如何去做到你们所说清晰连的好 有方答不了 所以就是原来靠他们自己经验去摸索 但是清晰连的那几年人生之力 他就算有心去做 都不知道怎么做 又如何建构好的价值观 做到有方标准 要规划好自己的人生生涯呢 所以第二 道家思想 今天从来讲的最多就是信从本心 先看清楚 原来信从本心正正是瑜伽所提倡 就是二命分立 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得好 你想做的你都应该去做 反而道家是什么呢? 信应回环境、社会风气 所以如果说理论很难不太容易理解 所以不如看回实例 当时周朝社会风气败坏 大家都知道要明智保身 但孔子知道不应该理外在环境 都坚持用自己的方法继续传导 继续达到自己理想想改变社会风气 但是推崇这个道家的老子 就觉得 算了 这个社会好像很难改变 我也是去归隐 所以这就是两者的分别 所以用刚刚有方问的张家朗例子 在我方角度 就是他不应该理社会风气 他想继续做运动 坚持 到现在就可以闯出一片的成就出来 所以第二 有方跟他说他很大压力 但我方不明白 现在又要大压力一点吗? 现在想你的是在捉紧机遇 反而是杜家庄子提出 考者奴于智者休 无能者无所求 即是有才艺聪明的人劳累忧累 无能的人无所求就逍遥自在 今天有方的思想就是这样 无追求自然是开心一点 但想真一点 就是鼓吹青少年满足现况 令他们失去上进的动力 不时令机遇白白流失 又是否有利青少年发展呢? 多谢各位 月方第一副面 发言时间为三分零六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拍下来有请隔方的第二副面 你同样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可以先到台前镜头前面预备 还有可能可能第二副面 隔方的同学的站位 可能要迫低一点 因为刚才何时发言到片 这个很正宗 可以打开镜头试一试米 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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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试米 好 你本身究竟是做了些什麽 其實我從一開始都不投影 可能道家和瑜伽都有自己的好處 都是要人再人向先 也都創造了一個理想的社會 但他們的心態有分別 原來今天道家是說自己真心想做 而瑜伽是要跟著所謂的教條未必想做的 看看現金窗戶清智聯物 原來那些什麽問題 原來他們受到社會的觸覺 我們今天將來同意 我們為清智聯保持這個本心 而最大的分析正正在這個教練的手段 究竟要經瑜伽那一套 還是更道家那一套 原來今天有幫我和你講 清智聯成長期間就要有一個很好的規則 就不要違反這些規則 就要令到他們去上 就要令到他們去找到自己的本心 那些主編和你說 就正正在一個現在更從自己的本心 例子就跟著這些人而禮 人而禮之術 但有方的一部又和你講 你細細哪裏懂得這些道義 所以有方正正是自我謀肯 連瑜伽自己想要本身 帶出一些什麽的道理 有方都講不清楚 這樣又如何和我方論證 所以說到底 道家強調的蕭如無謂 從來都不是說什麽都不做 消極地面對 而是幫助清智聯面對 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下 可以繼續封從自己的內心 去符合自己想做的東西 但在傳統下其實全世界都明白 多月發展這個道理 原來德國自己本身的教育 都不是和你講一尾向前衝 而是好像現在這樣 如果你有不同的思路 不同的前路 就幫你分配不同的教育之餘 德國是分四種中學 無論是文科生、理科生 或是專業培訓 甚至是不適合讀書的人 都在這個教育體系下 找到屬於自己的一陣子 充分發費自己的事 反光香港 在各位不如試試問問自己的家人 如果今天跟你說 我不想讀中學 甚至不想讀大學 可以發展企業 不如問問究竟有多少個家人 正真支持這個行為 可能一個都沒有 原來當瑜伽社會 就正正就在這種速度 令到清智聯面臨這麼大的精神壓力 這樣任何幫助我們 代言處理 原來正如和香港心理衛生會 一五年調查 原來那七成人的壓力 都是受到父母期望影響的 有幫學今天跟我們說是父母機嫁 他就說不是的 其實我們都可以反省 都可以質疑父母 但問題正正在於 現在強調這種教條 跟我們說質疑完之後 轉嫁完之後 怎樣呢 如果父母的一種不合理的態度 寸臨一個不合理的事情 這樣是不是又要最後 還是又要跟從呢 所以今天有幫學抽離戰實 但以想起來我們說 現在還是要幫助他們本身 正正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 所以今天有幫我 講到底就是說 講到底其實儀道家 從來都不是說要消極面對 例如莊子喪妻下落打土 他不是因為他發了神經 而是因為他了解到 生老病者是自己的目靈改變 多謝各位 是 隔方第二副片的發言時間是3分03秒 沒有過時務需扣分 現在有請月方第二副片到台前預備 來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這樣可以解除靜音、試咪和向鏡頭示意 試咪、試咪上新聞聽得清不清楚? 看清楚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來到義父了 不難發現有方和我有幾個不清不楚 第一對儒家道家思想不清不楚 有方和我重複到重頭到尾都是說 儒家有很多規條、很多規範 就是說人意禮智對於他們限制了他們的前論 但問了這麼久 又哪一條究竟限制了他們的前論 有方和我答不到 相反我們看到仁義禮智就是教你推己及人 懂得為他人著想 甚至乎殺人方方 這些就是錯的 難道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 在有方和我眼中也不應該教授給青少年知嗎? 更幸運就是有方和我質疑最多就是儒家中的孝道 他們跟我們說 服從父母 他們如果就一定是盲從父母 第一孔子眼中 從來儒孝這種盲目服從 根本就是錯 因為如果你縱容著父母做一些錯誤的事情 先含父母於不義 所以我們就有所謂的侍父母基簡 相反 有方和我跟從本心 就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方想問一下 你是不是當父母反對你的時候 直接跟父母斷絕關係 然後跟家庭關係破裂 就是最開心 不是吧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說是勸諒 而並非是吵架呢? 我們要有禮貌地對待父母 而有禮貌地對待父母 為什麼又會是錯呢? 所以我們看到有方和我講來講去 說道家講到他有多好 實際上問你怎麼實行 有方和我沒有回答過 我們看到道家講的逍遙無謂 莊子是怎麼說的呢? 他們原來就是說 我們要超脫世間一切的枷鎖 連大自然的局限全部都要沒有 那怎麼樣?就是避世歸人 所以看到很多槍秋時期的時候 就是去歸人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不可以做到不爭無謂的 我們要有競爭才會爭取到屬於自己的機會 所以有方和我 你到最後都無法論證給我 究竟你怎麼不爭 怎麼清淨無謂 就會做到你所說的追隨自己心中所想 所以來到第二個不清不楚 就是對青少年的需求不清不楚 其實我方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青少年面對著道家一些思想 不爭無謂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都不清楚他怎麼做 有方和就說 你跟隨他本心 但你思想一下 對一個十二三歲的青少年說 你跟隨他本心你會做什麼? 就在家裡躺在這裡玩手機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我們為什麼有很多家長 很著緊自己的小朋友 我應該要叫他們去做什麼 做什麼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做什麼 對他們好 但是相反我看到道家跟我們說 你跟隨本心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和指引 去教導這幫青少年去做什麼呢? 更深的就是 有方和我就說 有方和我主編跟我們說 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要放鬆一點 就安之若明了 但是我們在香港這個競爭力這麼大的地方 有方和我自己也懂得說 產業多元化 對於青少年去競爭力 越來越高的時候 有方和我主張安之若明 所以我們看到有疫境的時候就放棄 有方和我台上問我們說 MIRROR他們不成功會怎樣 在道家眼中就是我有疫境 然後我就放棄 但是你看到如果在瑜伽又怎樣 就是天將降大物於是人也 我們就要堅持下去 才會成功 更深的就是我們看回東周皇室時期衰落的時候 孔子選擇就是堅持下去繼續信長 而不像盧子那樣歸隱放棄 多謝各位 粵方第二負面 發言時間為3分04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台下發問的環節 第二負面是先由隔方派出一位便宜發問 然後再由反方的台上便宜去作答 即是越方 如此類推 有請隔方派出第一位的台下便宜 我可能要先開燈 可以解除靜音和隔方的台下便宜 請問聽不聽清楚 請問越方聽得清不清楚 或者隔方派出一次咪 試咪 請問聽不聽清楚 請問越方的台中學聽得清不清楚 好 還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遊方錯誤理解 道家制消極 甚麼都不用做 但是看回蝦猶猶的不歸首之日的故事 裝置制勸勉誓人 由於正確的社會崗位上發揮自我 信用自己的才能 不需要受社會和父母期望所束縛 才可以將自我價值最大化 但如今就講求信從父母 不信從父母就是不仁不孝 所以我方主編都說 青少年因為要遵從父母 而將父母的意願 擺在自己的興趣之上 但遊方一二父就說 不是呀 自父母幾間 遊家就主張青少年要和父母談 但問題在於在遊家主張之下 即使父母不願意聽從子女 子女都只能奴而不願 無法反抗 不可以順從本心 追逐理想 所以想問遊方 如果青少年勸不碰父母 是應該好像遊家這樣說 不為父母的意願做自己喜歡的職業 還是好像道家這樣說 追尋自我價值 才有利於年輕人性的規劃呢? 多謝各位 我一分鐘的時間預備 開始計時 開始計時 謝謝 請進 我回首尾 今天 是 老奈 有 有 和 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是一个双向的事情 无论是父母亲都应该奉行瑜伽思想的时候 就会懂得推己及人 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自己的小朋友身上 所以见到今天旧方说了很多论据 说什么一定要蛮从父母 不如看整个中心思想的名字是什么 叫负为子降 原来那个降是什么呢 是一个榜样 所以原来瑜伽思想从来都不想他们直接听父母说 而是叫他们作为一个榜样 因为觉得父母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人生经历 可以教导他们 所以继续下来 接下来说什么 这个逍遥游里面和我们说 他的无谓不是消极态度 不如看他说些什么 逍遥游里面说 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做空头 叮叮请月放平止发言 现在有请月放派出一位台下 便宜发问 我们先开机器 和试一试咪 先 有请月放派出一位台下 可以开机器 可以开机器 写一试咪 请问月放的台下发问员是 Hello 如果月放在三十秒内不能派出变缘发问 这一题就会由甲方传取分数 试咪 试咪 想问听不听到 终于都听到了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可以在我时宜 可以 叮 主角 大家好 首先多谢有方都认同 要帮青少年去追梦 但有方全场都理解错瑜伽的中心思想 一直说瑜伽等同于 信应社会教条 信应父母之名 但有方一辅指出 这些叫做愚孝愚忠 所以有方都立场退 承认瑜伽都有提及过 要鼓励他们遵从自己的内心去追梦 例如孔子提出的统涉诸德 完成之名 当中的人就是叫你去信从本心 所以在瑜伽上 青少年更加懂得入世 去自我实现自己想做的目标 想问有方 用道家的信从自然 是青少年面对父母这么庞大的期望 但又不懂得协商 没有指引教他们表达 只是想想怎样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比有商有良更好呢 多谢各位 越方 现在到隔一分钟的时间预备 开始计时 就算了 一分钟 有时间 走 回来 再来 我 准备成的结束,现在请甲方派出一位球上便员作答 没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听得清楚 听闻主持者各位,今天有方说到 我瑜伽都有鼓吹本心 但要看的是思想的质重点在哪里 今天是瑜伽质重点说 我们要跟人,不过要跟社会规范 但今天是跟人,今天的人是哪个定义 但是有方从来都说不清楚 刚才主一业本都跟我们说 我年轻人是小孩子,哪个认识 哪个叫人,哪个叫大义,哪个要跟 所以说到尾,有方都是 看回年轻人跟社会规范的时候 何来会促进了本心 其实有方说到尾就是 是父母基格,我们要有商有良 简单问一句 有商有良,父母不听从 你那怎样呢? 就说奴而不愿 不停劝,劝完就可以了 但是道家跟我们说 我们要跟随本心 主要做些什么 所以今天呢 假设一个人想去做画家 要顺从自己本性 才能够破除以上的社会规范 真正达至一个个人 多元发展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方 其实最抽离的一点呢 就是说到要附为子干的问题 附为子干的问题呢 有方觉得父母和子女 一起要遵从原家规范 所以父母是对的了 所以父母说的东西都要是对的 今天呢 有方其实已经抽离了整条面条 说到呢 其实整个社会 只是儒家口中 那种最理想型的 人人都服从儒家制度的理想 叮叮,发言时间结束了 好 现在有请各方拍出第二条 来台下发问 试咪试咪,试咪,声音声 听不听到? 是,等等一下 听得清楚的 好,那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可以开始 可以 叮 再者各位 有方很矛盾 说到青少年什么都不懂分 所以要规条 但是又觉得青少年懂得分 如中 不知怎样实行 但当我方得而他们 不能够追随本性 不然有方又说到父母意愿 都可以不跟 只要谈就可以 推到话 就算父母不听子女说 子女尊重父母 就是青少年该学习的东西 甚至有方中长都搬到门 我方说可以追尋到理想 有方说 跟父母谈 是跟父母谈得到的好处 但当我说到青少年的意愿 给父母凌隔 有方说是瑜伽的成功 教导青少年尊重父母的结果 所以有方对瑜伽实质 如何帮助他们的生涯规划 完全没有解释 所以问有方 全民造星四中 增加营及烧卖这些青少年 遭受到社会和服务反对参加 以为我去劝都没有支持 那他们又是否由一开始 就不应该参加呢 多谢各位 月份有一分钟的时间预备 我会参加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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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月方派出一邊作答 你用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pike?Oh,先生聽不清楚? 實在是不清楚的 可以 各位大家好,謝謝有分龍的提問 有分龍就問我們全民造星那些,最後有沒有參加 沒錯!他最後不是就是參加了 有分龍就說現在的社會就是儒家社會時候 到最後他也是違反了父母之命 所以選擇參加,因為二命分農 我們知道二命分農這概念是什麼 每天論語憲文也有說到 道之不恆以知之意 我們看到就算外界如何 這個命我們改變不了也好 我們也要順從自己的本心 去實現自己心中的道義 道義就是我們人生心中的志向 出發了 是有分同學 從來都沒有教過這群青少年要怎麼做 周榮芬有分同我們的矛盾 其實青少年什麼都不懂 怎麼會分到餘校還是中校 所以現在我們論語不是有廣東名 是父母基間 也有講到他怎麼跟父母談 怎麼會分到餘校還是中校 不知道全部都在這裡有教 所以完全不明白有分同學 所以我們看到道家反而是毫無指引 他也沒有教過青少年怎麼做的時候 究竟怎麼做到有分同學所說的生涯規劃呢? 他章情都沒有 什麼都不懂的青少年 為什麼會突然找到自己心中志向的目標呢? 定定 現在有請粵方派出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可以先打開鏡頭 並且試試麥克風 並且試試麥克風 接下錯誤不落實 說瑜伽多教團等於青少年不可知不為真心 粵方可以先等到有聽到叮聲才開始發問 好 而且粵方的台下的連線都比較不太順暢 看到畫面都定格了 有時候會全黑 我想問 評判是否也看到同樣的問題 謝謝 謝謝 好 那粵方的台下可能先調整一下你們的裝置 因為如果都是這樣的連線質素 應該是不能夠完成這個發問 好 好 那粵方的台下可能先調整一下你們的裝置 因為如果都是這樣的連線質素 應該是不能夠完成這個發問 好 好 我想問粵方的台下是否也正在處理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方是看到粵方台下的畫面 對 我剛才也看到一下一瞬間 但它一瞬間就正在用機了 好 我們前後鏡也看到它可以動 那就好了 那不如試一下解除靜音 試一試麥一粵方的台下 好 請問我聽不聽到 現在聽得很清楚 是的 好 那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OK 叮 各位大家好 有方全場都是錯誤邏輯 說瑜伽多教條就等於清少聯談才不是真心 論語都說 公子博學於文若以禮 若之以禮 亦可佛伴而夫 就是希望清少聯可以透過行線 乞以伏禮 慢慢將人意向內化 所以請二方跟我解釋 為什麼有規條 就代表清少聯不能真心為善 好 那二方有一分鐘的時間預備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他也跟着这些导演 但看起来有些智商矛盾 原来一方面又说孙少年不明白导演 一方面又要规范他们 用一些教练去规范他们 然后又跟他说 原来他们就这样做到本身了 那是否合理的分證 所以讲到底今天有方和我真正的 所以今天有方和我误解了现在的思想 今天有方和我跟我们讲到 是父母基架就是等于智商量沟通 其实不是的 今天我帮我讲到三人行 哪有奥师又是鼓励散布 鼓励进去参加体艺活动呢? 原来也不是的 我今天要把握自己的认识 多谢各位 台下发问的环节结束 现在双方的结辩都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咪试咪 试咪 请问听不清楚 听得清楚的 可以 主席 评判 各位 大家好 其实来到结辩玩之不难发现 右方和我其实是由头到尾都是偏离了整条辩题 右方今天是从来都没有论证过 到底为何道家就是适合青少年多些 只是主席一尾跟我方说 不是的 学了道家就会多元化一点 青少年就会少压力一点 但右方主席所跟我们说的标准 就是要帮助到青少年他们的规划生涯 但到底怎样做到呢 右方是从来都没有交代过的 所以到底去到最后 右方你的标准是要怎样执行 而仔细又是怎样呢 凡请正业一定要跟我们解释清楚 而其实生活在香港 每一个人要背负着的东西都很多 而青少年所背负着的就是梦想 好像以前香港经济起飞 很多人就说我要想重伤了 而去到现在疫情肆虐 就说不是了我要做医生了 但是这些所谓的梦想 就全部都是大环境所造成的 就像有方你今天所推行的道家 他们就奉承着的是 不是的,青少年跟着世界走 那就可以了 但最后只会令到他们盲目跟随 将自己的人生变成是他人操控的玩意 但如今所说的就是我们要先拿而后获 要努力耕耘去完成我们真真正正的梦想 才是真正的善用到青少年这个可贵的阶段 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 而其实青少年都只不过是人生第一个阶段 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 因为它是我们四五十岁的时候 当再次面对我方所说的机遇 就会有各种忧虑 前半身所做的一切 失败的话后果又是怎样 甚至是家里甚至是事业的顾虑 而斯文人到中年到底他们会有什么勇气去奋身一搏呢 而再者就算他们肯试 社会都不会给他们机会 大家留意一下选秀节目 好像《全民造星》这些都不会给一个四十岁的中年大叔 上去跳舞唱歌做偶像 而是要一些年轻的年轻人 也都不会有任何中年人的市场 而反问有方,青少年到底现在不试的话 要什么时候才起步呢? 而有方说来说去都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不是青少年他们和父母争执 有方很矛盾的 其实我们今天双方一直都同意 是我们要教青少年去重善 而道家就是没有一条指引 但你们就盲目地觉得青少年他们就会自己去造善 但有方不明白了 既然瑜伽都是想 只不就是多了一条指引 去教青少年如何去做 甚至有方去到台下环节都会在问我们 到底要怎么解决争执这个问题 我方答了很多次要怎么解决 不如有方的甲杰 跟我们说到底要怎么去解决 当指引都没有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以为 不是的,争执才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只要去学习这种态度 而其实世界 而其实 可能有方会说到 瑜伽思想可能会加大到青少年的压力 甚至十恶不赦 但其实我们不妨从四个阶段 去看看瑜伽思想 到底如何融入到青少年的生活里面 第一个阶段 小学 因为青少年是从头认识这个世界 那时候老师就会教我们不同的规矩 例如八点要回到学校 上课也不能跟隔壁聊天等等 而去到中学 学校就会比较高自由度 比青少年 不会各样都管住我们 而是要青少年自己去处理 而最后就是要我们承担自己的责任 经过长时间的交道 我们只要靠自己以往所学过的去面对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成年人很多东西都不用说 就知道如何处理 小时候老师都会教我们 要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去建议勇为 但去到大了就不用每次都提 甚至最近的老汉性骚扰孙女案 就算未定罪,民众都已经会批斗她 指责她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同一套的政策和核心观 而社会之中的规矩也是这样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谢谢各位 月方的结变 发言时间为4分06秒 无过时无需求分 现在有请隔方的结变到台前预备 你同样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可以在镜头视义 2米 2米 这样看不看到整个人 看到的 不过我建议你可以走前一点 因为收音可能比我看到你整个人 还是我坐 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你太高了 对了 你可以坐一坐在镜头面前 都可以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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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再试一次咪就可以了 一次咪 一次咪 好 收音清楚的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准备好 定 真爱是任何形状 对付八孔前床 作各位 真爱是任何形状 道家都是任何形状 为什么正方形一定要磨到变圆形 圆形就要好花变到正方形 有不同的形状 才可以打开不同的锁 无论是什么形 只会做到你自己 你就是最型 其实今天双方同意 年轻人是要实现自我 不过分歧就在于 哪一款更加帮到他们实现自我 机遇上分歧 我们可以由三个方面看看 第一 现在的青少年面对于什么处境 直升机家长越来越多 开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不喜欢读的科 没有兴趣的兴趣班 因为社会教条 他们没得选择 直到他们忘记本性 这几年香港越来越多万题浮现 社会运动 疫情 还有各位说多或少 都曾经为香港付出 甚至我们还有几百万年轻人 一起去改变社会 但他们历了这么久 得到回来是什么成果 越争取反而越得到 香港的处境 是不是真的一句过分付出 就能改变到呢 其实今天我们不难发现 有方全场都没有说过 香港人现在是社会现况 不知道人面对什么 他们只字不提 全家的社会观 是不是真的适合现今的世代呢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渔家和渡家有什么不同呢 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同 专长的东西都不同 哪两场上面有库位 有结辩 有评判 有教练 做评判当然是威了 决定比赛是赢是输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每个人 都只应该做评判呢 渔家讲求的是要跟社会规条 那就是要读书要做官 但是个个都读书 你猜个个都想读书呢 所以渔家讲的就不是不去拼搏 但是你真的做不行 就选个第二条路再来过 有权去率胜做自己 才可以发光发现 每一场辩论赛才可以好好看看 每一个社会才可以各司其职 有方法一开始标准跟我们说 要实现字路 他们跟我们说MIRROR 但是一二辅一又说 不是啊 年轻人得过那几年 如何探索自己 武朔那些道德标准 要有规条才可以的 其实逻辑就是 不用加入最重要的 到底现在是不是多元发展呢 其实这个才是导家追求的东西 所以我方二辅问你 这个是不是智商矛盾 有方法都说不过去 有方又问 为什么规条又有压力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论点 有方听不清楚不要紧 现在一米讲求是努力 喂MIRROR 你努力点 你可以做医生的了 张家朗你努力点 你可以做律师的了 这些没意思的压力 一米一份错的方向发展 这些是不是就是 有方和想要的生涯规划呢 第三 香港青少人应该跟随哪个学说 去面对这个时势呢 以前没有什么人读书 做得读书人都可以改变社会 到现在整个街都是大学生 努力读书 结果就是没有兴趣的水泡科 找份刚刚够值的民员工 然后鼓励自己 天降大任于私人也 结果就是一条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香港人的出路是否越过呢 面对社会撕裂移民潮 我们做的是不是盲目地跟随初心呢 杜家告诉我们 不是 原来主婿知道是明节保身 个人好事才可以做世界冠军 而不是追求君子 结果到头来变成偽君子 其实除了这场比赛的矛盾之外 香港也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定 我们小时候都已经 每个人都不同的了 又说我们有多元发展 所以我们的父母常常说 游泳打球 你去玩 到头来 当我们真是想去用这些 作为我们的职业的时候 结果一个好好的 张家朗就没有了 到我们真是 家长给我们说唱歌的学乐 到我们真是想做音乐家 我这位男嘉谦 那又没有了 香港就失去了我 因为这样的宝藏 再各位逢了再过来 这乱世未必可修理好 幸何今大修理了多少 绝望里乐观 亦是有情操 开开心心处励 多谢各位 隔方结变的发言时间 4分11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比赛就暂时告一段落 请三位评判 包括我自己 都整理一下分子 也提醒大家 在街变评分中 需要去填寫的 最高分是30分 次选是20分 第三选是10分 这一段时间 有点有点 是10分 没有用 所以 都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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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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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欣赏双方的辩语 其实我觉得辩题对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很困难 因为我自己不是中文老师 可能关于辩题里面的中文的意义 留下两位中文老师去解释 作为一个不是中文老师的评判 去听这条辩题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吃力 原因都是因为隔阅双方 对于瑜伽和道家的思想上的一些说法 其实是有些各说各话 隔阅双方当然会说到瑜伽有什么问题等等 但是瑜伽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这是我很大的疑问 然后另一边就是当瑜伽说道家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又会问道家是否真的这样呢 又或者瑜伽是不是 在瑜伽口中所说到那么好呢 不是那么绝对性 这些其实都是很令到我觉得整场比赛都很乱 我会问一个问题 究竟如何才能做得好一点呢 其实如果是遇见到这些变题 我会觉得作为一个评判 我坐在这里的时候 我的感受就会觉得 如果一早隔阅双方在主变的时候 就能够说得很清楚 遇到两家在思想上面 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 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根本性的不同 因为我真的不懂 所以如果你们说得到他们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而就着他的根本性的不同 而认真下去讨论的话 我相信隔阅双方的争拗 就不在于在定义上 另一边就是我觉得今天比赛里面 隔阅双方尝试做的就是 尝试是引经据典 然后说我自己的定义才是正确 我觉得这方面 粤方是做得比较好一点 粤方是比较做得好一点的 但是粤方虽然在定义上 或者在定义上做得好一点 但是在变题里面 其实是后半段 后半段是说 更适合香港现金称 处事应勢 处事应勢其实都是变题的一部分 但是这方面 粤方的确实正如隔阅双方所提到 其实他们是做得比较少的 在粤方的运政上做得比较少 但是隔阅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多的 所以在场辩论比赛里面 我就觉得很难评分 所以我的评语都很简短 都是留待给两位中文老师 给较多一点 多谢大家 谢谢彭惠卿老师 现在有请中文老师黄书文小姐 大家听不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 今天我讲一点 彭惠卿老师可能对中文老师有很大的期望 但是我也要带个头盔 就是中文老师都不是真的说 可以将到余两家的学说 讲得很透切 而且我想呢 很自我安慰 因为呢 我想大学的教授他说 都未必真的讲得很好 或者可能他们的表演 未必有大家这么清晰 我觉得这条辩题都是我自己练习过的 或者大学生练习过其中一条最难打的辩题 因为可能在你练习的时候 很多的概念 你会以为遇到两家是很对立的 但其实有很多呢 都是没有重叠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个会令到你们在理解上面 或者定论点 或者去做两家的比较的时候 是会有一个难度 所以我很同意呢 就是彭Sir所说 其实你需要在一开始 先将他们两个有冲突的地方 去讲清楚 那个分别是在哪里 比如呢 而其实今场呢 我觉得有一个呢 是双方在理解上面 或者是内容的蝙蝠上面 其实是有一个重叠的地方 而我觉得是可惜的地方 是没有很好的善用 但是呢 在这个现世上面 那如果有冲突 譬如我心中有自己的梦想 但我和现实的实际相阻 那我应该要是 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 去追梦 或者是去听从父母的意愿 或者是跟从社会的潮纳呢 那其实呢 很出奇地呢 就是两方面 两家 就是你们支持的各个 儒家、道家 在你的演绎下 都是要追随自己的梦想的 那在这个位置呢 我就会看到哪一个 就是我觉得这个位置呢 南提成本路的同学呢 是有点出乎我意愿之外的 因为呢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 那其实呢 愚家的学说呢 都应该是比较遵从这个道童 或者是遵从这个伦理 所以呢 其实应该是要去 就是他比较强调的人民关系 要去好像同学那样说 要去父母为子光 那所以应该是呢 要是尊重了父母或者是社会的心意识 但是你们的理解 或者是你们的引经据点之下呢 我觉得 其实你们这样去 present 我就觉得 我又不可以完全说你们错 这样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就觉得 你们在再进一步的推演上面 就不是做得很好 反而呢 要去到台下 去提醒大家 的时候呢 才去解释 但是 在这里我也会期望就是 但是 譬如当 南庭圣部的同学 他引了一句 引了一句话 其实你都要 你都要去尊重自己的内心 或者好像你们有读的 《论人伦伦伦伦伦伦伦》 那 其实 要可以有空间 给你尊重自己的内心 那其实 甲方的同学 再去做进一步的回应 我就觉得 在这个位置上面 不是听得很清楚的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 粤方呢 其实在今场 我觉得不算有很大的施压 给对方 很多时候都是迫于去回应 到底瑜伽怎样去做 或者是 有冲突啊 或者是 要不要跟教条啊 或者是 面对父母 心仪不一样的时候 应该要怎样去应对 在这个位置 但是相反 其实你应该要多问些对方 就是 在道家的世界里面 他怎样去实行到 他那些主张 所以其实 比较点是不太公平的 我自己觉得 因为对方是说 你瑜伽的学说 在现实上实行的问题 但是 反过来他去论证 自己为何道家比瑜伽好呢 他是说理论上 道家怎样比瑜伽好 所以你们应该要点出这些位置 去说回 但是呢 我也会同意 就像他所说 你们在论证上 我觉得是做得比较好的 因为在这一题里面 很需要你告诉我 道家的原点 或者原文 就是道瑜两家的原文 是说什么 然后 理解是什么 再套下去 为什么会更加适合 现在青少年的处世 那反过来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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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我自己会觉得 有些位置 好像刚刚说 是没有怎么回应过 譬如现实的问题 你们是没有怎么去说过的 那 可能呢 我又要再私下去看一个评判 可能呢 陈吉安老师会对 道家的理解 会有深入的见解 等待他再分享 但是在这里 我想提一点 就是呢 这边的演绎 我自己觉得 是有自己个人的风格 这样 唱歌 或者是有很多很好的 值得思考的 社会的怪现象 是在你的位置提出 但是呢 我自己会觉得 很多时候 你提出来 就只是留一个疑问给大家 但是你没有 对 你没有去论证 在你的话题下 你应该要怎么去做 那我自己觉得 这个是有些失色的 是的 那 先说到这里 如果之后 还有什么疑问想问 或者再个别去说 谢谢 好 多谢黄书文小姐 那我的分子 都已经整理完 也可以请评判 在WhatsApp 回复一下 看看你们确不确认 那个分子 有变我 等一下可以宣布 那个赛果 好 那我也就着今天的比赛 去给一点点个人的意见 我想先回应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 我也同意这场比赛是困难的 因为那个变题 的确是不容易的 但是不容易得来 其实我觉得也有点意思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中学生 都在准备那个DSE的过程当中 那个中文科对大家要求 就是要读泛文 要读经典 而当中其实都能够 将泛文大致上分为 就是儒家道统的流派的文学 以及也有些是道家思想代表的文学 成为了大家的泛文 所以其实我本身都会是期望 大家会尽量引用多些 大家的泛文里面有的材料 引经据点去做解释 然后再去做一个辩论 但是今天 其实双方都采取了另一种策略 就是将论点 或者你们的中心思想铺陈出来 等到别人有质疑 等到别队有疑问 你们再去缓引经典 然后再去解字 解句 然后再去解读 什么叫做遇到分纳 这种做法有个问题 就是在立论上很难给到很高分 因为即使我们今天三位评判 都是有练习 或者有比这一场辩题的队 可能都会有些认知 但是如果没有 万一没有 那你们的立论就会很危险 因为很简单 我问你们的立论 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本身对瑜伽道家的理解 是很深入的 但是和你们的立论不同的话 那当然学术是开放自由 但是至少你要告诉我 你的学术建构的物购 是根据什么的判准 或者基准 那如果你没有缓引经典 或者你没有很开宗明义地 去告诉我 预渡在你心目中的分别是怎么样 而且这个分别是根据什么 去分别出来的 比如有没有一些学者 比如有些研究 就是研究中国朱子文化 你有唐军危 有谋中三 有很多不同的人去研究过 那为什么不可以尝试 用一些权威去告诉评判 其实是这样分别的 我们不需要自己盲目去揣测 譬如你说瑜伽 究竟是否盲目吹捧瑜伽 是否一定要不可以反驳 那今天月方采取的策略就是什么呢 就是去解字和解句 就是基减 基减也不是完全不减 不是不减就有得谈 那是对的 但是这种字面理解 如果隔方又回应你呢 如果隔方又说不是 基减也就是说你只能够基减两句而已 你其实也没有反映到个人意志 也依然是可以来早的 那究竟有没有一些专家 或者没有一些疏解 是可以告诉评判 其实是谁才是对的呢 对于那句说话的诠释 或者是谁是有分量一点的呢 所以今天我觉得 用资料这一件事 其实双方都用得不太好 原因就是第一 你最基本的援引经典 两边都很不足 第二就是就算你有援引经典 我们还是希望去追求更深层次的 就是那你那个经典的解释 究竟是不是充分和合理的呢 如果你这两类型的资料都缺乏的话 那这一场就会变成一场难得来 有个意义和成效都不太高的辩论比赛 因为都变成了大家只不过是拿着余家和道家的两个名字 就开始去讲大家的个人的理解和见解 于是便很难对聚了 正如刚才两位评判都有说过 在某一些大家都愿意去拿出来谈的场域 例如是在说追谋和对家庭的责任 那粤方唯一好一点的就是在于 你能够用不同的瑜伽的概念或者精神 来尝试做回应 但是是会出现问题的 因为是会有理论矛盾的 即你一方面说他很孝顺 但另一方面又说其实是二命分立的 再加上就是后来有点强硬的 其实父母也要尽自己做父母的责任 所以父母也不会强迫那些子女去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 你理解是对的 但是究竟是否在现实情况当中去发生呢 又或者是否真的符合儒家经典所说呢 这里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即当你的名相和概念有多少 但是你没有一些权威去和我们做一些溯理的 或者你的理论不能够完容一致的 你有机会出现理论矛盾的话 即使对方没有反驳你 即我们自己的评判都可能会有疑惑 那就可能会逐渐了观感 至于甲方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最大的问题就真的是在于 你对对方的内容是有质疑的 但是那个质疑的方式或者你回应对方质疑的方式 都不是从一个原点或经典的角度出发 你都依然是纯粹执实于你自己对于瑜伽的理解 以及你自己对于道家的理解 但是这个理解评估不一定要购买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最明显的分别 在那个战场上 所以最后再说了一点 就是如果你要去处理瑜伽和道家 当然我也不是专家 但是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些方向 因为从一个教中文的角度去看 瑜伽和道家就是两个中国文化 就是中国古文化里面比较大的学术流派 一个就是沿用到今时今日 政治、权术基本上都是瑜伽是道童 但是道家也一样是有很多人去到崇拜和追随的 如果不是的话 或者两个人一定有一个高低之分的话 就不会 考评局也好、甲局也好 都不会将两个思想流派的代表作品 大量地加入大家的中学课程当中 所以它本质上两样也应该是有一些好 也有一些是不好的 看看大家如何去诠释 这个就是从一个中国文化角度去说 但其实第二个角度 就是从一个哲学的角度去说 其实可以研究得很深入 所以今天大家是采取哪一种的态度 或者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想先回应彭尔尔所说的 就是其实今天大家真的 革方其实是好一点的 革方是比较想去把握现金香港青年 因为他不断地说 究竟现在的年轻人需要什么 但就正如刚才王老师所说 你说了他需要什么 但是你怎样说到余道两家分别地 如何去满足一些需求 或者去压一些需求 你就应该要引进句点告诉你 在古时候这一句很明显 就是用来超越了某些青少年的欲望 或者期望 让他们可以配合社会 现在就是这样想 那你要有个句子 或者有个专家的说法 那你就说 好了那这一套放在今时今日 如果我们还是用这一套方式 去教导年青人处世应时 会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 配合不到他们现在的需求 第二就是可能会导致压力 然后可能会有青少年轻增 你起码论证的过程 或者逻辑如果是这么说 那我相信你今天那个 论点铺层和说服力就会高很多 反过来 其实越方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回 去到结变 其实你也有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你也说回 为什么 道家思想会出现 其实就是因为本身 老子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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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比较尚秘 但是至少庄子 他面对的那个情景 是真的好像是更惨 他面对着人家那些 面对着他的好朋友 被皇帝夺成肉杖 再迫朝廷的官员去吃了他 然后尝试去进间 但是他身边所有进间的人 就全部都被那个 荒人无道的皇帝 就去杀死 又调高他来 战射他的头颅 等等你装置他出身 如果你看回整个 道家流派 就是原来就是乱世底下 产生了这个思想 所以这个思想 最中心的核心精神 就是在于大家 如何抗压抗疫 这件事其实大家的主编 稿里面已经有去铺尘的时候 其实可以再想多一点 就是如何用这两个思想 就是如家和道家的历史脈絡 去告诉大家 今时今日用这一套去教导年青人 或者年青人自己去把握这两套观念 是好还是不好 这样的话 其实那个分别 就可以不是用句和用字去解释 而是你可以用一个去产生的 空间或者那个时间 去告诉评判 他两种分别是在供应什么的 这样去釐清那两种思想的分别 就不需要大家花这么多的纯织 去说这一句 那个字怎么解释 你又解释错 我又解释错 那就不需要那么辛苦 评语就到这里 也很感谢大家 今天的配合和合作 我现在也会顺便宣布这个错误 因为两位评判都已经回复了 OK了 好 今天的辩题就是 道家思想比余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清晰联储市 而越方的辩题就是 余家思想比道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清晰联储市 由甲方荃湾观立中学 对越方南田圣保陆中学 今天有三位评判 所以分数的结果是会以票数作计算 在宣布赛过之前 会先为大家宣布今天的最佳辩论 今天的最佳辩论 今天的最佳辩论 为越方的第二负辩 然后就会宣布赛过 因为赛过就是 甲方得票为0票 越方得票为3票 由结坊胜出